哇 它這個辣度是 再加一張照片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了 相信大家看到我們的標題 以及這一堆東西 已經知道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韓國麥當勞的BTS餐 還有一些韓國麥當勞才有的餐點 在6月初在香港已經可以買這個BTS餐了 不知道大家試吃了沒有 我們現在就來試吃這個BTS餐 而且試試這兩個特別的醬究竟是什麼味道 我們立即開始吧 回顧剛才在麥當勞訂的情況 麥當勞裡面充滿著BTS餐的廣告 到處都是這些紫色的牌和耳拉架 好 現在馬上去紫色環節 大家看到這個BTS餐 有10件麥當勞雞 中氣水 中雪條 大家留意韓國的麥當勞雞是有10件的 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只有9件 對 還有 知不知道為什麼BTS餐最終會決定是麥當勞雞 我上網看過了 據聞是因為BTS本身最喜歡吃的韓國的麥當勞的餐點 就是麥當勞的麥當勞 但是因為這個漢堡沒有辦法在全世界一起購買 還有因為有一些國家可能不吃狗肉 豬肉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了用麥當勞雞來做BTS餐的餐點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兩個醬 分別有這個 茄醬汁 還有這個 茄醬汁 香港就叫做 蒜辣大王醬 還有韓式的甜辣醬 大家看到這個BTS餐的包裝相當充滿著 BTS的元素 這個麥當勞雞的盒 這個杯 還有它的紙袋 也有BTS的標誌 還有用了BTS的影韓紫色 這個是Horahe 我想全世界的army都知道怎樣解釋這個紫色 但是 很愛很愛你地解釋 好像說Saranghae 但是他們就用了Horahe就是 加入了紫色的元素 因為紫色的訪問 他說因為 從來平時最後的顏色是紫色 所以他們想愛到盡頭 所以就叫紫色 這個是我們上網得出的結果 如果錯了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到啦 我相信麥當勞雞 其實應該跟我們平時吃的東西 就不會有分別 但是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 試這兩個特別的BTS醬 就是 大家熟悉的麥當勞雞的模樣 我們可以先試這個 這個韓式的甜辣醬 其實看起來跟普通香港吃的甜辣醬差不多 嗯 我猜這應該是 是不是泰式辣醬味 好像再甜點 而且他覺得泰味好像再甜點 不是應該是韓味 對 有一陣泰國的風味出來了 然後就試一下這個 Segel sauce 它是酸 對 酸辣蛋黃的 但是呢 其實應該是沒有蒜頭進去做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酸辣 而且據聞他的味道 他有一點像 麥當勞雞醬 沒有分別的 哇 這個辣度是 嗯 辣過這個味道 嗯 他是麥當勞醬裡面 我想是最辣的 一遍 好像有點辣椒 很濕 嗯 嗯 但他味道上的確是有點像麥當勞醬 但是一個辣辣 我想起碼三倍的飯碗 好了 我們吃這兩個醬 我們就馬上去試一下其他 韓國才有得吃的麥當勞餐點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試吃一些 香港吃不到的麥當勞餐點了 好 那我們可以試吃了這個 據聞也是BTS最喜歡的 配功耳波 我們就點了那個有蛋的 它的汁也不錯 嗯 而且我懷疑他的扒是不是豬牛蛋 沒有那塊豬牛蛋 為什麼不好吃呢 就是牛肉 他應該不是牛肉 我也知道這個醬有一點模擬韓式 配功耳的味道 但是他的扒呢 就是豬牛蛋和豬牛 生醬 接著我們就先吃這個芝士 你怎麼會放在這裡呢 好燙好燙好燙 好燙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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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 好燙 它外面有一點點香草的粉 中間就是 上落芝士 好像賣實 也值得試 嗯 但是我喜歡它外面有個 香草粉 真的 我真的不可以吃 但是 我們直接來試 下一個就是這個 西哥餅 嗯 有個雞塊 有九斤肉 和三角 生果 生果醬 就好像雞腿包好味 但是麵包皮 就變成薄餅皮 我們剛才打開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有細細塊的煙肉 真的很細塊 手指 我手指尾到這麼大條的 也挺好吃的 嗯 但是就是你幻想到的味 據說我所知韓國人很喜歡點這個 因為它小小的 很便宜 它可以當零食這樣吃 或者有時候覺得餐不夠飽的時候 就可以加購這個 最後我們就可以試喝這個濟州的 好 好 大家都知道韓拿風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橙 但是上面有點凸出來 那個真的叫韓拿風 我們再加一張照片在這裡 嗯 在哪裡 在 在這裡 你喜歡加哪裡就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在臉上 而且它是一個 好像有一個理形的橙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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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上試喝 好 還有更特別的那些 筋骨味的香味 但是 分別不大 吃到它少許的橙絲 比較多的 嗯 它還是比較韓國人口味 就是 嗯 就算它是沙冰 喝下去也 嗯 好一點 今天我們今天就實現這個BTS的頻道 還有介紹了在韓國才吃到的麥當勞食品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最後還要按旁邊的鐘 我們下次出片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想知道更多其他韓國工作 留學 或者任何娛樂 旅行資訊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隨時會成為下一段影片的主題 談甚麼吧 安樣